金元店移工爆發群聚感染 已经几天了 今天晚上爆发的吗 不是吧 已经好几天了 那我就不太懂 为什么不能够强制他停工 到现在为止77人确诊 四个厂总共7300人快筛 今天才开始 指挥中心副组长王毕胜 进驻成立前进指挥所 好像很厉害 已经要过去直下指导旗了 但是今天已经第几天了 之前都没有在看新闻吗 我也在想说 这名30岁男子 打AZ写算已经第几天了 人家自费去打 你不知道吗 很奇怪 所以员工急得不得了 怎么办呢 只能够等重奖 那这位金元店的董事长李金工 当然老板当然可能不愿意停了 他还给大家打气 疫情终会过 晴天必将至 但很抱歉 疫情没有过 晴天没有到 他写了一封内部的信给员工 喊话等等 接受频密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又呼应陈时中的口径 在可控制感染风险之下 不会停工 但是看起来真的是不可控 所以最后最新消息 各界批评声望非常大 他的急改口停工48小时 我真的不太懂 我想问一下署长 我们看看新加坡的例子 我们台湾现在到109年底 产业移工 总共有44.8万人 大家要注意 请问他们在台湾有买房子吗 没有嘛 他们都是住在一些工厂的宿舍里面 工厂宿舍会给你一人一间吗 不会嘛 大部分都是大通铺嘛 8个人一间 10个一间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群聚感染的高风险群 社福的移工也25万人 所以这个人数非常非常的庞大 我们前两天特别讲长照机构 我们今天要特别讲讲这个移工群 它也是一个这个群聚的高风险群 因为长照的老人家也不可能动嘛 所以他没办法 他就是得这个群聚在一个 在同样一个房间里面 那么接下来这个这个这个危险性也很高 你看看新加坡的例子 新加坡去年移工的宿舍 就爆发大规模的群聚 全国30万移工呢 大概我们看到有15万人确诊 占了新加坡确诊数的九成 大家懂了吧 什么概念 那我要再次跟我们的指挥中心讲 人家新加坡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你没有看到吗 全世界都演给你看了 人家都是老人中心安养中心开始 然后这个这个有没有 移工的这个开始都告诉你了 所以优先顺序在哪里 包括现在为止 刚开始爆发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以为指挥中心 你是不是可以下令 你就得停工了嘛 你就要做一些事情嘛 快筛隔离等等 但是没有啊 到现在为止才要派人前进 去设一个指挥所 到今天为止才这样 书长这是怎样 这个也是很难想象 事实上新加坡去年的 这个移工的事件 不但是全世界非常有名 他的这个感染率 等于是达到将近一半 而且我们台湾去年 也发生过移工感染 那时候国内的媒体 还有各界也就已经一直在提醒 新加坡的这一种悲惨的 这种惨痛的这个经验 那到底那个时候开始 政府有没有对移工 尤其是这些住在宿舍的 这些移工的这个生活环境 卫生条件加强一个管理 那现在更夸张了 他已经发生群聚感染了 请教一下 如果能匡列隔离的话 那恐怕也都几乎要匡列光了吧 怎么还有什么 要不要停工的问题 对啊 那你就看到说问题是 我们指挥官就一直用这种态度 我们指挥中心不能够 强制他们停工吗 所以我们找 所以这叫血劳工 对 因为说实在 他作为一个电子业的老板 他可能没有工位方面的知识 对不对 他讲 这个数字大概只有 只有这几十个人确诊 应该还可以 我怎样怎样 他不懂 但指挥中心不懂吗 不是 那我们法令 有话外之地吗 对不对 我们传染病的法治法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些 来帮我们台湾拼经济 还有拼照顾我们长辈的人 有没有好好的 真的也把他们当作 就是一群非常珍贵的 的这个劳动力 他们也是人 到底有没有去尊重他们 所以整个这样的处理 是莫名其妙 那事实上 当然这个全面的普筛 这是重要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本来这个阻断跟裁剪 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的 拉网报的观众朋友 你都已经会背了 你当然是阻断跟裁剪 你都要做嘛 对不对 哪有只有裁剪 然后没有去阻断 那这些人还继续 住在一起的话 那这个又继续扩大 那这个是对我们 我们内心要有这样的人道 那我们在国际上 也要让人家看到 我们有一点点最起码的人道 你知道再搞下去 真的是太难看 而且我跟各位报告 其实新加坡这个事情 被批评很大 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把这些外籍的移工 是跟他的社会是隔离的 就几乎是不能够 进入他的社会 几乎就等于是一个 是一个半软件的状态 但是我们在台湾 恐怕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 所以新加坡那样他都还是产生了 蛮大的这个防疫的威胁 那在我们台湾的话 那其实是威胁是不是会很大 因为其实这些外籍的人士 他们有时候也会群聚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能 把这种事情当一件小事来看 这非常严重的事情 好 再次强调 台湾的移工人数这么多 千千万万破口不要破在这里 现在已经破了一个洞 苗栗 苗栗现在火在烧 77人确诊 接下来怎么办呢 这个火灭不灭的下去 还有今天呢 我有一些长辈群组 今天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这个65岁以上达不达得到 因为之前大家不是说 这个60岁如果确诊的话 他转重症的几率比较高嘛 而且60岁重症 他的死亡率也很高啊 所以你知道60岁以上的 这个长辈都很担心 我想好像要打疫苗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机关署稍微更动了一下 这个打疫苗的顺序 8月底号称有1000万剂了 如果每个人打两剂的话 500万人可以施打 大概哪些人可以施打呢 好顺序 我们仔细看一下 你的顺序在哪里 你打不打得到呢 辩子妹你不要想了 你完全不会在这个表格当中 第一类辩子妹刚进来 等一下 第一类医事人员 然后第二类中央跟地方 政府防疫人员 这个人数都写在后面 第三类高接触风险 第一线工作人员 然后因特殊情形 必须要出国的人 还有社福机构 照顾者等等 第六类 75岁以上的高龄长辈 这是第六类 第七类 维持社会运作的必要人员 第八类维持国家安全 运作的必要人员等等 好65岁以上的长辈 第九类 很多人看到 好65岁以上 我只能排第九类 这个部分有348万 然后第十类 19到64岁 亦导致严重疾病的高危险族群 罕见疾病 重大伤病等等 在第十类 第十一类 50岁到64岁的成人 这个部分的数字很高 530万 所以辫子妹 当然都不会在里面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顺序 没有太多意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族群 确实是很重要 没有错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疫苗不够 如果说假设你很早就部署 疫苗就来的话 我们不用这么纠结 不用这么痛苦 那么65岁以上的老人家怎么办 他们的风险也很高 他们什么时候打得到 请问一下是十月还是几月 所以我拜托大家 今天在网上 你们所有观看 这个烂碗报的朋友们 拜托把家里面的长辈要照顾好 一定要保护好 65岁以上的长辈 你看他非常的健康 活蹦乱跳 但是这个疾病 对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一定要照顾好 家里面的长辈 要拜托大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